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規模最大的IPO 專家預估將會和通信業龍頭NTT Docomo 1998年首次公開莫股時的7兆日元 約3.5兆台幣看齊 中國廠前進易度再提鐵板 繼小米吃上愛力性的侵權官司之後 中國智慧手機一家 也被印度手機廠Micro Max一狀告上法庭 長哥醫療聘請台座集團遺固創辦人 王友慶的三房李寶珠以及南亞光店董事長王文潮擔任董事 外界推測李寶珠問鼎董事長機率高 而照江市長哥醫院成立40年來首位非王姓董作 更可能只取台座經營權 新台電視整理報導